這好像殺青酒 有發現那個插曲 那會不會借酒 張立揚酒後擾鈴露面 被問是否借酒苦笑回應 冥冥日版 有什麼收貨嗎 覺得音樂節這次就是 去看了很多以前小時候的 看的喜歡的大團 天團 還滿熱血的 有散心的效果嗎 其實有 我覺得 就是因為天氣非常的好 然後剛好台灣那時候下雨 然後那時候全部都是大太陽 我覺得滿開心的 這好像殺青酒 結果發插曲 事情是這樣 上月13日 張立揚結束戲劇 鬼之執行長殺青宴 沒想到凌晨返家後發酒瘋 在加滿樓梯間大吼大叫 走領局報警處理 結果警方到場後 旅券不停 最後被上銬帶走 時隔一個月 精彩終於現身供應活動 還好 因為其實就是 已經有處理 他們處理好了 對 現在就是必須不想 多體諒 多照顧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鄰居 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會不會想搬家 還好 不會不會 後來有再去跟鄰居治 再想搬家 有 有 那會不會有藉口 我們今天是供應活動 我覺得可以把這個scope 放在可以幫助更多 弱勢的朋友們身上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就是 生活上的一些琐事 那不想要佔用太多 太多的資源 我希望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 大家都需要一個 重新開始的地方 那我自己再去那時候 我也生病 然後住院兩次 我比之前開機前後 那時候你說體力比較差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 可能還在努力當中 但是我現在已經開始 恢復運動 對 因為之前其實是 幾乎每天都會運動 然後會有一些重量訓練什麼的 但因為後來有 有中小總數之後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重量訓練 那身材就會一直縮著 那這次現在開始就是 可以開始慢慢運動 慢慢開心 那你後面有什麼計劃 有在看的劇本 那快的話 也是年底 或是明年的事情 你之前壓力大 跟身體狀況 有點力不同 所以有關心 應該是多多少少 我覺得體力有差 但是有在恢復當中 那下一步 接下來如果有作品的話 其實是會跟 需要更有體力的 是跟運動有相關的東西 所以就是 現在積極的在往 運動這個方向 繼續努力 欸醫生有經理你說 哪些動作進來避震嗎 剛開始的時候是 我記得連跑步都不能跑 就是不能喘 完全不能喘 因為他怕一喘就 又破掉了 那現在可以跑嗎 現在可以跑嗎 對 他要緊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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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棄一下 我覺得你爸 被洗了 沒有啊 不要緊張 這樣我都沒有